这两个小时一开始我们给大家来看看 这要命的30秒也是人魔交战的30秒 拍到什么了 你看到这是台湾体大一年级的棒球队员 几天前被乡行车闯红灯给撞飞 经过了场就宣告不治 而乡行车在现场停了30秒 他一度要下车 最后还是油门一踩扬长而去 茫茫人海搜索了三天就会抓到了 居然还是一名失联的移工 失联移工怎么了吗 这就是今天水最深的地方 观众朋友 你知道他们在台湾是如此般的存在 仿佛结界 明明知道他们落跑了 但你就抓不到 他们还能开直播 当密衣海捞百万 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人力银行 仲介抽头 轻轻松松获利上千万 暗胎的产业链 今天我们独家为你采访到 听听看这形成怎样的国安大危机 事实上这个新闻让许多人 看了都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这个阳性的台底踏身 他其实本来耗了这个骑摩托车 骑这个摩托车 结果被一个闯红灯的车辆给撞上 那经过三天的这个抢救 其实我真的讲非常的遗憾 他依然不自身亡 所以他的学校现在决定 想颁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他 但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你会看到这个造势的这个车辆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居然他还停下来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在讲说 如果当时他停下来的时候 把这个伤者送医的话 很有可能不会造成这么遗憾的一个事件 不过呢这辆车子居然停下来 而且你看他居然还开了车门 感觉上应该要下车查看的哦 结果没有 就在我们讲话这个过程当中 他居然就把车子开走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 这个是人魔交战的30秒 你停在那个地方 你要是下车的话 也许早几秒钟早几分钟 这个孩子可能还有救 可是你跑了 你跑了你就变兆逃了 你撞死人你还兆逃 所以呢现在警方当时用这个 所谓以车追人的方式 调阅沿路的监视器画面之后 发现到了 我跟你讲 当时车上其实有两个人 迪西东一个驾驶 我告诉你 他是一个窃盗的通緝犯 但是在一查的时候 居然发现到这两个人 都是所谓的失联移工 那所以他们本国籍 不是在台湾这边 后来呢 其实警方在这个 警方在争霸 现在到目前为止 开车照逃了 这个所谓的诚信仪空 他要以肇事逃逸 制止罪来进行侦办 另外一个在副驾驶座 就是你刚刚看到说 你是开门要 好像也准备下来的那一个 到目前为止 他是违反入出国移民法 像要送到这个 所谓的移民署的 台中专情队来收容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说你这个后置的处置 都救不回这个 杨信南大生的 这样一个生命 所以也让很多人 开始关心到说 台湾这些失联移工的状况 到底我们有什么 一个方法来处置吗 我们先来看 过去几个例子 事实上在不久之前 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失联移工 诚信男子 那个时候是警方 在路上领检这个摩托车 发现一个摩托车 站得摇摇晃晃 你知道吗 他要去领检他 结果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这个驾驶 就立刻就一直跑 一直跑 而且你知道 他跑到哪边去你知道 他跑到旁边 那个什么台铁的宿舍去 动员铁路局的员工 想说警察在抓人 你知道 一大堆人出来 帮忙去抓他 后来才发现到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驾驶 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失联移工 他在五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被通报失联 平常是在工地打零工 结果这一次 喝了这个酒 结果他就讲说 没有啦 我平常工作的时候 就会喝一些 含酒精的饮料来提升 但是提升到最后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样一山不准被警察压制住 你不觉得这个也很荒谬吗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我刚开场跟各位形容 跟结界一样 你明明知道这里有一条线 那里有一个空间 有一群人就在里面 可是 你抓不到他们 这就是现在最吊诡的地方啊 我觉得还有更吊诡的是 你抓不到他们 但是好像我们生活中 常常会遇到这些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目前为止 官方的统计 移民署他说 截至去年底的时候 目前失联的移工 已经达到八万六千五百二十三人 平均上面来讲 一年增加六千人 六千人什么概念 你知道 一天将近有十七名的 那个移工失联了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们刚刚讲 好多社会案件 一些东西 都跟失联移工有关 所以网友就讲说 如果你政府有心肯抓 你一定可以抓到人啊 听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那个数字 八点六万人 在外面 你想说 这些人落跑了 你离开原雇主 你在台湾 人生地不熟 你活得下去吗 今天我们就独家 为大家访问到了 你知不知道 这一些通通失联的移工 有一个暗黑产业链 他们居然有自己的人力银行 今天我们就访问到 人力银行的头 他来告诉你 这些人如何安排工作 这些人如何好日子 过得油脂脂的 你听 我飞翁跟你说 我飞翁是 我飞翁是 每十天落一百 一个月下来是 在你方便 我十天落一百 意图就是说 我没有人结束一百 六四万块有的 我给你报价 台湾看你如果是居家刊物 我说居家刊物 我给你报价 最少两千六以上 那个两千六 包括华侨 那是华侨 你如果台湾本身看 你如果华侯 那是华侯 但是现在的人 很难解 我看 他们就五二十秒 这个你们看到 这个就是专门服务 失联外劳 逃逸外劳的 这一些所谓的 他们专属的人力银行 他刚才说 四万八一个月 哪里有这么好赚的 他们给得出来 背后是什么样的 一个商机 还有 他说这些逃逸外劳 来这 做做一个 做四当五当 赚饱了 就可以出镜了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所谓的失联 本来他们应该是在 社会的阴暗面 结果居然发展出 他们自己的生态链 而且他怎么可以在这边 确保我可以待满 四年五年 你政府在做什么 你怎么都不去自己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 供需市场的不平衡 你刚提到说政府 现在劳动部长 许名称出来 他说为了加强贺阻 并且严惩 这个所谓的非法聘雇 劳动部要修法 加重罚还 他怎么修 你知道 第一个就是我如果抓到 你这个非法聘雇的话 我基本上 我要加重你的这样一个刑责 还有罚责的部分 甚至他讲说 我告诉你 我对于你这原先 引进他们进来的 这些所谓的仲介 我也要对你施以处罚 可是我们就回来看 老实说你要讲说 现在大家要去抓 这个非法外劳 你也要有人能够下去抓 你知道吗 我们到目前为止 统计有八万六千多个 失联移工 全台湾在抓这个 所谓这个失联的移民官 才五百个人而已 五百个人 你要怎么到处去抓 五百个人要去 挖出八万六千人 那简直如登天南 所以永远都只能靠 这种零检 或干嘛 所以在路上随机 来找到一两个 所以很多人就发现到说 我们现在茶器的能量 根本都不足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许明春现在在讲说 我对于非法聘雇的这一块 我要加重你的这个罚责 我认为赞成 可是也有这些所谓 合法的外用的仲介 他也就讲说 我今天是 我也是走你政府 相关的法令进来 该缴的归费我也都缴 他觉得说 如果今天要杜绝 这个所谓的外劳逃逸的话 他说应该要学新加坡 对于非法拘留预期 这个拘留者 应该要以边刑来做 那我也必须讲 我们台湾的刑法 其实没有边刑 边刑其实是 嚇阻的意味更大 因为他是要公开边刑 给你看 让你会怕 但是他也提到说 你看像美国 美国不只要抓去关 还要缴罚还之后 才能够遣返回国 我们现在都是抓到之后 直接送移民署的 移民署之后 就把他给遣送回去 对他们来讲 根本不痛不痠 甚至也有外用仲介 就讲说 我仲介 其实我本来 引进他进来的时候 我本来 我就是把他交给这个雇主 该我做管理的部分 我也做管理了 结果你因为 这个逃逸的外劳太多 你政府抓不到 你把我当成 所谓的人蛇集团 我也是被害者 你现在新的要修这个法 你还要把我给重罚 他也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现在对很多民众来讲 就很简单 如果今天这些所谓的 失联移工 离开他原来的工作环境 政府有没有办法下去抓 那我们也很好奇 你刚刚提到的 说像这个仲介的部分 他是往地下市场去 可是原先引进 他的这个单位来讲 他是不是也缺工 那你缺工的问题怎么解决 马上就有网友讲说 政府好厉害 政府知道怎么解决 他就引进所谓的 印度移工进来补 反正你有新的人进来 你今天这些旧的人 跑走抓不到 对政府来讲 根本不痛不痒 好 我们听到了 如结界一般的存在 八万六千人的逃逸移工 是能逃到哪里去 刚刚我们独家为大家 专访的人力银行的头 他描述出 一个暗黑的世界 黑还有更黑 今天社会观察家 建明来到这个地方 建明来告诉我们 居然还有这么一群 逃逸移工 转进了帮派 转进了堂口 而且他们还身居 非常重要的任务 对 因为这些 失联移工有没有 其实我认知的名词 我朋友他们在那边讲 都是讲说逃逸的 对 那因为这些逃逸的 这些失联移工有没有 数字这么的多 不到八万多人 很多人会觉得 很不可思议 但是其实他们 可以做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多 我要举例是什么 他们这些失联的 这些失联移工有没有 通常都在帮一些帮派 做什么事情 帮派会把分子 会把他们吸收起来 早期我们这几年 这五年来 我们台湾很多的一些 宫廟的一些 那种行刑室的枪杀 最后警方都找不到人 为什么 因为这些帮派分子 会吸收的这些 就是逃逸的 把他们吸收起来干嘛 把他们训练成为杀手 那训练成为杀手 然后就会让他们 去执行这个枪杀案 那为什么 台湾永远做错不到 这些当下行刑室枪 开完枪的杀手呢 因为其实这些兄弟 都会帮他们SOP 帮他们安排好 你今天去开枪 开完枪以后 我会把你接送到哪里 然后把你送 做统治出去 然后这个价码 还给的蛮高的 通常都会给他们这些 逃逸的150万 至300万等 所以也说 这些失联的移工 在台湾 他其实为什么 还有办法生存 是因为他们都 最后还是会被一些 黑社会这些帮派分子吸收 但其实为什么 这些黑社会分子 帮派要把他们吸收起来 因为看中的也是什么 看中的是他们的一些 也有他们的资源在 就举如金香过 我跟你报告一件事情 我第一次看到 这些越南的头的时候 就是刚好就是逃逸的 朋友介绍给我 那我朋友他们 也是混组织 混帮派的 当下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怎么会找这些 越南人 有跟越南人做生意吗 他说这些都是逃逸的 那当下其实 我对逃逸这几个字 我还不太了解 但是我现在今天看到 这几天看到的新闻 原来他们就叫做说 失联移工 原来就是在台湾 他们只要被抓到 他们就被遣送回去 所以当下我就 很清楚地知道说 我朋友告诉我 我现在就能理解 为什么他要跟他们配合 他就叫他们干嘛 他会帮他们安排工作 他会比如说 他会给他一笔钱 让他去小额放款 那比如说 他可能今天 他认识了一个越南头 我可能我会给你一百万 那你一个月 你要回我十万块的利息 就是一个月十分就对了 那你要去放给人家 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 我不管 那我问我朋友 我说那你一百万给他 你不怕他跑掉吗 我当下还听到 他们在那边协议 说我还协助你 比如说我协助这个小张 你今天一百万你去放 如果人跑掉了 我会跟你共同承担 那我问我朋友说 那这么好的事情 你怎么不给我来放 对啊 因为人跑掉了 我还不用承担 我朋友就跟我讲说 哪有可能 现在一百万要给他去放 放十分的 他如果没搞错 我平时也要他拔死 这就有点什么概念 我朋友 就是这些帮派分子 有没有 吸收这些越南头 当下也是跟他讲好听话 最后也是会把他逼死 这有点这样走 我抽取是卫生纸 抽一抽 用完我就丢掉了 他当下看重的是什么 看重的是知道说 他现在是逃逸的身份 那他下面有很多 认识的一些外籍的 那个打工分子 他可以放款给他们 因为在我们台湾 有没有越南的打工 他们很喜欢玩539 还有妞妞 所以他们这些帮派分子 也很喜欢吸收 这些逃逸的 好我们听见明 讲到这个地方 万哲 还有更夸张 刚刚是被黑道吸收 自己居然形成一个组织 寄生台湾 然后形成一个结界 是啊 我跟大家讲 现在非法移工 等于是把台湾变成怎么样 违法滔金的天堂宝岛一样 你知道吗 就光看这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这个有这个 来台湾 嫁来台湾的这个女子 越南女子 结果呢 他后来离婚之后 跟所谓的在地民众 结合起来 开所谓的非法公司 引渡所谓 他的这个 越南老乡的一些朋友来 已经获利 光是仲介费 2500万 一个人抽10万 抽到2500万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还在想说 哇 你离开原雇主 你吃穿不会成问题吗 没有 赚得油脂脂的 然后又合法 掩护非法 难怪一直抓不到 而且抓不到就算 这又研发很多社会问题 怎么说问题 现在在台湾 不是医美很流行吗 其实这个东西 也被他们盯上 这些非法移工 想说 那我来台湾 自己来做当密医怎么样 我当密医来 所谓开一个诊所 来帮助所谓的 这些非法医美 来帮忙做整形 好大的胆子 当密医 对 这个密医不是开玩笑 你知道吗 如果真的产生 医疗纠纷的时候 这个是会 直接会闹出人命的 这个密医有多夸张 大家都知道 很多外国人来台湾 希望能够来整形 来做医美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 也被所谓的 非法移工所盯上 这个越南籍女移工 来台湾等于是 开了所谓的 这些密医诊所 整形移工的诊所 甚至两年内 他又捞了好几百万 还开直播缆课 你知道吗 甚至他帮忙处理什么部位 包括你要封唇 你要割双眼皮 甚至你私密部位 要做些微诊的 他通通都有包办在里面 你就知道 这个密医坦白讲 他无所不能 他非常的通通通包 但是问题是 我们过去看 这些整形外科的时候 基本上都有所谓 医师执照 甚至连护士 都要有些认证 可是你看这些密医 通通都没有 而且他动刀的部位 是非常 这个点是敏感的部位 那你要这些 这些人来这边之后 如果真的产生医疗纠纷 我们法律能够救得了他吗 当然不行 你法律第一个 就出现非常大的漏洞之外 这些非法移工 会不会到时候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接下来还有印度移工 要开放 这个真的是要非常重视 包括我们的文化 跟语言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有没有做好 所谓的配套政策 这才是重中之重 台股今天再度失手2万点 说好的AI冲关呢 是喘息 再冲一波 还是只有一日行情 AI还能继续独领风骚吗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我们看到的 就是车子 我们就看台积电的最大客户 苹果 十年造车梦碎 不可惜了吗 不 刚好相反 苹果准备靠着AI服务 主宰所有你看得到的车子 从车机到仪表 要让油电自驾车 统统借不了苹果香 今天揭秘道我们来看到 台厂在这个浪头 会扮演怎么样的关键角色呢 虽然今天台股是下跌 但是事实上市场的细分 我相信会越来越有信心 为什么 我们说短时间台积电看起来 从高点824块 到现在已经跌掉 将近有70块钱 心悠悠 但是不用担心 为什么不用担心呢 因为童子也讲了一个关键点 他说 现在AI就像跟电动车一样 就像早上8到9点的太阳 那我们知道童子以前 他在形容这种市场 他用 都喜欢用非常巧妙字眼来形容 其实他怎么讨论说 不用再做面板了 面板现在在学历当中 就已经是研究所毕业了 但是AI只是还在小学的阶段 听起来就超级有信心 当然讲这句话说 我们就问一件事情 那你要股票市场 总要反映你一句话 好 高盛就在这一波的 这个行情当中 提出一个重量级的报告 他说 AI的股市燃料 尚会耗尽 真的吗 你回答股票 已经从这个去年11月低点 涨到现在 已经涨了372个百分点 简单就叫做3.72倍 然后你跟我说 还有空间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好我们这样讲 最近其实回答股票点很多 可是你发现到这件事 即便它涨了3.72倍之后 它的本益比 其实比2023年起涨点的本益比 竟然是一样的 意思说它的获利是大幅的要升 甚至呢 有一家叫做Evercode 哇直接讲白了 它说回答股票的目标价 是1540元 好那如果我们以最近的收盘价 来看是796块来看的话 对不起 还要再涨一倍 乘以2的概念 换句话说 这么迅猛的掌势 还没喂饱 这个是NVIDIA 那我就问了 NVIDIA都还没吃饱 台积电吃饱了吗 好这是关键点 因为应用到第二阶段 跟第三阶段的时候 到底什么叫第二阶段 跟第三阶段 就像火箭在飞的时候 第一个火箭叠下的时候 第二个火箭在冲 第三个火箭的时候 第二个火箭呢 当然就是应用AI所产生的 包括制造啊 还有设计等等 这部分就是台积电的专项 所以台积电还没吃完 到了第三项的时候 你的软体 还有终端三笔 就要跟进 这是第三段 我刚才说三加一的 第四阶段什么东西呢 它会百工百业 都会影响到 简单讲一句话 就是将来在 所谓的高速运算 跟汽车工业里面 会产生极大爆发力 好为什么应用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就讲 昨天其实台天 北美技术论坛 它发展一个新的 叫做TSNC A16 Trademark 就是一个新的技术 这技术简单一句话 因应在2奈米晶片里面 产生极大的晶片的 增长幅度的时候 他们决定做一件事 把所有的这个充电板 全部放在晶片下方 使得你的所有晶片 密度增加 可以增加更多 高速运算所需要效能 那么它的电力会降低 效能会增加 甚至同一颗晶片里面 可以加装一点一倍的电晶体 这个摆明界势嘛 表示市场需求在增加当中嘛 技术在这个地方 但是应用是王道 市场是王道 还没完哦 接下来 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值得乐观期待 AI旋风 因为苹果 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撩起了这个 你以为10年造车不成 很拉衰 刚好相反 我们刚才讲 挥达是美国股市燃料嘛 台积电是台股的股市燃料 那股市燃料讲的是股票 但我们要讲的就是 股市燃料背后还是有 有基本面 好那digitime呢 最近做了一个报道 它说 市场呢 是今年整个 生成是AI的规模呢 大概只有400亿美金 好但是呢 在2030年 就是6年后 它会扩张到 4000亿吗 还是1兆元呢 错 是1.5兆美金 就是平均每一年 市场幅度超过50% 好 但这个报告一出来的时候 不巧 高通的台湾总裁 刘思泰呢 也在同个时间点 发布一个惊人数据 他的所要资料呢 是来自于 国际重要的一个资讯 说一句话 叫麦肯锡报告 他说 他说的数字是 7.9兆美金 好你好奇啊 digitime的是1.5兆美金 那为什么麦肯锡 是7.9兆美金呢 好 digitime所谈的 是整个AI硬体跟软体 但是呢 这个7.9兆呢 是把你的所谓高速预算啊 伺服器啊 还有这个软体啊 还有包括我们说汽车 你所需要的 全部加起来的金额 是7.9兆美金 那这里面其中最关键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说汽车 汽车工业市场非常惊人 它是2.3兆以上起料 甚至加上电动车的话 将来整个市场会高达 3兆到4兆美金 它最核心的价值 什么地方是大家关心的嘛 你要轮胎嘛 不是 我们就谈到一件事情 还记得前阵子 苹果丢下一个震撼弹 就是它一直做的 所谓探坦计划 就叫自动自驾车计划呢 突然间取消了 2000名员工 全部转移到 深层式AI 所以最近 苹果的这台发展 更多深层式AI的晶片嘛 但是问题来 它转到这部分的时候 市场是暴雨鼓掌的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一逃杀三世 为什么 当然我先讲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就是说 苹果就不用造车了 所以它不需要再做 那个很奇怪的硬体 所以这对苹果来说 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但真正的关键点是什么 我们知道未来的汽车 将来都是苹果车 为什么未来的汽车 不管是油车 电车 油电混合车 电动车 都是苹果车 好 我讲一个简单的事 你现在开新车 以前我们车子 只有早期就一个平板嘛 就是car play的一个平板嘛 现在你的主驾驶 这边也会更换嘛 最新的驾驶是一排 有没有 这边是语音系统嘛 对不起 你看到那一排 都叫做苹果的car play 所以最后接掌 你的车子的大脑 通通是苹果来帮你打造 最关键的事情是呢 是在这个汽车市场里面 有一个庞大的市场 叫做所谓的乘用车的 就是我们说自驾 或者是我们说 level1,level2,level3 好 那你知道整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软体部分 从营收呢 从现在2022年的480亿美金呢 会跳升到2035年的3500亿美金 哇 这个是几倍数啊 是7.3倍 所以如果你可以独占这块市场的话 获利非常惊人 那当然这里面其实很多都有在想做嘛 特斯拉想做啊 很多人都在做 中国来做 但是很重点的事情是 因为苹果很在乎的事情是 因为它拥有了98%的汽车 它的car play 所以它收集的资讯 会远大于其他人 就不会有所谓的掌尾问题 什么掌尾问题 简单句话 就是你数据收集 假设你数据收集 我举个人的意思 你现在要收集动物 结果你收集的都是猫 结果以后你打动物这两个字 它出现叫猫 其他动物都不讲了 所以对于这个苹果来说 它具一个不败之地 说到底一句话 苹果开发的生成式AI 第一个打进去的是自驾车 打造它就变成了一个 金头脑的训练机 这个是自驾车 我们还有油车 我们还有电车 还有油电混合啊 没错 当然我们现在你看到 这个油车早就有了嘛 那油电混合也放了car play 你知道这个市场有多惊人 我们是讲car play 我们不要讲整个造车市场 只光一个car play里面 将来的金额就会高达 2.6兆新台币 这个钱现在98%都被谁赚走的 都是被苹果赚走的 但是苹果不以这个为傲 因为你知道吗 市场上现在我们说 作业失窗你会谈到微软 那这个电脑的这个X86 你会讲到Intel 但是很抱歉 这两个行业全没没有进到汽车业 所以如果进到汽车业的时候 那么苹果想做什么 苹果想做汽车业里面的系统商 跟软体商以及架构商 哇这个声音非常惊人 所以你的意思说 今天不管你今天车子是Volkswagen打造的 你的车子是 不管是哪一家硬体打造的 任何车厂都行 Benz 不管你进到你的那个驾驶舱 你就进到了苹果为你打造设下的生态系了 没错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关键点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个WWDC 2022年的时候 它展示过CarPlay 那我们现在一般你看到车子CarPlay 大概只有两个 一个是一个主机板 像笔电站方向右边 左边是你的驾驶商 但是为了它的章时展示的部分是一排 包括我们说语音多媒体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这个也就是说软体本来占一辆车的价值 只有10个百分点 将来因为这套系统出来 就会将大到30%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功能是简单 你可以跟车子对话 比如说这个我的 这个李表白这个灯号在想什么 他说先生你的这个软体呢 已经这个轮胎已经漏气了 他下一句话说 在最近哪个地方你可以打气 所以坚明讲到了 苹果倒上已经飞龙在天的一个 智慧型的自驾系统 或者是智慧型的驾驶系统 台厂扮演什么角色 对不起 里面核心的晶片 它从封装制造到这个 我们说的出厂 对不起 都是台湾 一块铁板定江山 所有的吃货现在敲碗等着明天出大事 什么事呢 才问鼎江湖没多久 就被消费者 形容是全台CP值最高的铁板烧店 明天一口气要连开两家分店 有多狂 今天是从我们来看到放眼全台 铁板烧如何暴风式的增长 原来所有一切一切到处林立商机 上看百亿的背后 居然跟当初网品的一念之间有关 但你以为全台最强的铁板是网品吗 不 大板 大板如何一块铁板定江山 没错 上铁板烧在台湾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 算是大家喜欢去吃的一个品项 尤其是根据目前市场的统计来说 一年恐怕有百亿以上的商机 当然大家目前为止来说 吃货在敲碗的是什么呢 因为在明天准备有两家新店要开 事实上这个新店是同个品牌 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整个吃货圈 端起了一个非常热门的品牌 叫名水兰热 然后它在4月26号的时候连开两家店 两家店来说的话 一家店在淡水 然后一家店在浇西 那我们可以看到淡水的 你看他们的这个所谓 从窗外看出去的时候 可以看什么 淡水盒 还有观音山 然后你又吃着这个美食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当然非常好嘛 好 那名水兰热能够绝起来说 当然不是只有好风景嘛 主要原因就是说 因为它的餐子 餐点真的是CP值很高 为什么CP值很高 我们刚才讲 因为它主打所谓无菜单的 这个铁板料理的个人套餐 然后呢 1600块 你可以吃什么 A5和牛 有没有 有 龙虾有没有 有 那一共有14道左右的料理 然后才收你1600 所以这等于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吃货都要排队 是像它的明水兰热 目前为止的这个分店来说 我必须说真的 很多店都是要提前预定的 好 那尤其是它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你可能今天呢 去这家明水兰热 那改天去另外一家 你会觉得 它两间吃不一样呢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它主打无菜单 那无菜单之后 它还给每一家分店呢 你可以说要跟你当天 因为可能你在这个 譬如说你在这个郊西买的 跟在淡水买的 跟你在台北市买的东西就不一样嘛 所以他就说 你每天依照你的 获得的鱼货 还有当天的食书 你做你自己的搭配 而且每一家店的食材 还有烹饪方式 都也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无形之中呢 你虽然都是同一个品牌 但是你去不同一家店的时候 吃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那尤其是 它2021年的时候 第一次到这个新衣区去创分店 这个今年1到4月的时候 一共开了三间 目前全台湾一共有八间 这显然呢 1,600块也不是很便宜啊 所以你知道 因为它的高CP值 让大家都风靡的 这个明水兰热的一个情形啊 好 我们讲到了铁板烧 为什么暴风式的增长 这个统计资料 我这吓一大跳 全台铁板上的商机 上百亿这么多啊 为什么会有上百亿 因为我说真的啦 俊相现在有很多食安问题 大家都不知道 你这个原料到底有没有过期 都不知道 铁板烧是原料都给你看 原料都给你看 你就知道 这看起来是清的啦 没问题啦 我们相对而言来说 我们吃的比较心安 而且它当众料理给你看 对那你这样 又可以有一个视觉的饗宴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铁板烧 目前越来越多人 想要去吃的原因就这样 那刚才俊相提到说 一年的这个商机 有这个一百亿 那一百亿里面来说 这个中高价位的 这个一千块以上的 其实占了一半 那尤其是这几年 我们刚才讲的 明水兰热不是无菜单吗 那想问为什么要无菜单呢 其实无菜单 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无菜单是个说法 但是对商家来说 无菜单是个 很好操作的方式 好 那他们怎么操作呢 第一个无菜单的时候 我就可以买当地 当时最好吃的 当时最好吃的某些程度来说 也是最便宜的 或者说那时候 比较相对好的这个食材 它用无菜单的方式 可以损食材的损耗率 可以降到最低 第二个预复制 你事实上 你要去吃明水兰热 不好意思 你都要先定位 你定位之后 它要求你先付钱 那先付钱的话 你如果no show的话 没关系 我给你扣了一定的费用 或是把你收权额 这样的话 减少我的一些 可能你没有no show的时候 我的损失 另外第三个是什么 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这个时段来说 他都会分这个时段跟那个时段 有时候中餐两个时段 晚餐两个时段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你一定要在这个时段来 为什么 因为同时开座 同时开座的话 我只要一个师傅 或是旁边另外一个师傅协助 这样就好了 如果你去那种比较高档的人 我们那种包厢制 你一下子 这边也要一个师傅 那边也要一个师傅 我们都说 其实现在最重要是 人力的成本 那某些程度来说 同步开座 又可以让人力的这个 调动更加的便利 事从我们知道 它是吃货团 团长等级 那你讲了100亿的铁板烧商 其实在你心中 有没有真的是铁板当中之王呢 对 我觉得铁板这个高价的话 当然有非常多家 不过我讲 讲到平价的话 大家一定都会说是这一家 大普平价的铁板烧 我自己认为 这个也是真的非常强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种千元的 三四千元的 大家可能偶尔去吃 可能这个贵宾招待你 或者说你被人家 这个请客的时候 才会这样子 但是这个大普铁板烧 好像就是 我们的储逼 感觉的感觉 所以你问人家的时候 人家都说 大普铁板烧 觉得是他印象中 铁板烧的第一家 尤其他目前为止来说 在全台湾 已经有破百家分店 尤其是你到中南部去 有时候你晚上 不知道吃什么 你看到大普铁板烧的时候 在荒郊野外 或是在乡间 居然有大普铁板烧 你就会去吃 为什么 因为很便宜 你看 我们要以这个目前为止 当然它南北 有点不一样的这个价格 但是你看 最便宜的话 只要160块 那这里面来说 你要吃什么牛肉 鸡肉 猪肉 羊肉 应有 尽有 所以你知道 就这样我跟你讲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爱吃 连很多外国来宾来到我们台湾的话 就想 我要去吃铁板烧 尤其是吃大普铁板烧 因为它便宜又好吃 尤其对很多外来观光客来说 这也是体验台湾一个非常特别的 你说它大普铁板烧 有什么好闻的地方 第一个 因为它是现草青菜给你吃 那青菜 某些分店 我传言 某些分店可以蓄于刺 但是有些分店 隐藏式的分店 它可以让你无限吃 当然这是要看你 知不知道是那一家店 然后第二个是说 它有免费的饮料跟汤品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会 这个大家很喜欢吃呢 因为你看到大普铁板烧的时候 你会想到台湾的味道 为什么 知道我们这样早期 这是都市传说 早期传说是什么 就是说 好像进去大普铁板烧里面 你看那个师傅在炒的时候 手上都有 恰龙 赤龙 赤凤 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人家 他就说 这个看起来的话 味道似乎是更加的好吃 有这样 整粗都漂亮 这个就是一个台湾的味道 台湾的感觉 就这样 就好像有这个 刺青的这个师傅 炒起来特别好吃 那这个当然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们创办 就鼓励这些 比如说你可能当初有混过 然后过了不好的 你来学这个 一手的这个好手艺的话 让你可以另辟一个江山 那这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我们那已故的 这个棒球选手张志佳 他有一度不是也是非常落魄的时候 其实他也曾经到这个大铁板烧去当学徒 那只是说因为后来他可能还是觉得这个 我必须说厨师其实还蛮辛苦的 他可能后来觉得这个太辛苦 他又去做了别的工作 那当然他后来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 那当然讲了那么多都市传说 还有另外一个都市传说就是 为什么铁板烧都是所谓的豆鸭菜跟高丽菜 这一题你今天给我好好讲 对耶 为什么 那大家想说对啊 为什么 我觉得这有很多说法 第一个有些人说价格稳定而且容易保存 但是我必须说啦 其实高丽菜不是很好保存 菜土菜金 对不是很好保存 那你说这个豆鸭菜 豆鸭菜相对比较好保存 所以你说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我觉得那个倒也不全然是这样 因为你看到这两样东西就等于是大普铁板烧 就是等于是铁板烧 不然这两米你吃起来就不是评价铁板烧 我觉得那个感觉更是重要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为什么一开始跟大家报告 这一句话是我心里由衷的感觉 就是一块铁板定江山 生死就这一块铁板 特别对大普的创始人 这个创办人阮先生来讲 更是这个人生的道理 对 没错 这个阮板也就是说大普铁板烧的这个创办人 他事实上我们就讲了 他事实上大普铁板烧从什么时候出来了 1994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铁板烧呢 因为他其实早年的时候 他也不是做铁板烧 他以前在做这个生鲜超市 而且生鲜超市是做24小时的 可是就这样你知道 事实上在早年的时候 做超市其实很难做 很难做的时候就撩急 撩急就撩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的这个状况 那想说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他当时差一点把他在代步的机车都卖掉了 那怎么办 因为他主打的就是所谓生鲜超市 那生鲜超市来说 进了很多这个包 包括说新鲜的肉 新鲜的鱼 这些东西 他想说那我来做一个跟这个相关的 因为他已经有货源 知道从哪里可以进货 他就开了 跟朋友借了两百万 然后开了这个铁板烧 大普铁板烧 那他每天看下去之后 就没想到 第一家店开始一泡而红 他其实第一家店是在台中 大家以为大普就是 大普其实是在台中发机 那他从发机之后你看 后来因为他现在在台湾已经是 大街小的 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分店 上百家分店 所以现在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卡都卖的 这个负债两千万的 现在已经变成是 他现在开了这个车 已经是千万等级的 宾利车子 那我们就讲嘛 那他的这个 这个为什么能够成功呢 重点是这样子 他说用速度拼这个翻桌率 他就说两道青菜 就是高丽菜 还有这个所谓豆芽菜 两道青菜跟一道肉 他说我们三分钟就要把它完成 而且你知道他在里面前煮 我跟你讲 你觉得因为为什么炒了 不能够炒 他说千万不能够炒太久 因为你炒太久的时候 大火炒出来的菜特别好吃 特别在铁板上面 你炒太久的时候 他反而 我们知道菜出汁的时候 有时候反而没有那么好吃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重点是用速度 那你看你炒得快 三分钟菜都给你 你也是没办法待太久 你吃一吃 然后就离开 离开之后翻桌率就会很快 第二次他有大中央厨房 中央厨房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因为他本来就生鲜超市 所以他懂这个道理 他就大量的进货 进货的时候压低成本 所以他就说 我们没有想到 一到160元的 有菜肉饭的 还有这个饮料 这些东西吃到饱了 他的毛利 利润居然可以抓到60% 所以他事实上 他的这个成本管控相当厉害 再来就是什么 开店的这个位置 我们知道其实 大补蝶板上 本来就是一个平价的这个店面 平价店面来说 他就说 我们不是要种贵的路店 什么三角窗 什么我们没有必要 一定要这个那样子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深入到各个社区 所以我才说 有时候到中南部去 像我有时候到台南 或是到那种 比较偏乡的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这晚上没东西吃的时候 看到大补铁板烧 我没想到 居然在这个地方 也有大补铁板烧 我就讲 他的开到各个社区里面 然后他的营业时段来说的话 也是从中午 然后到深夜 所以来说 你可以吃这个中餐 可以吃晚餐 甚至你要吃宵夜都可以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大补铁板烧 现在为止是变成台湾 平价的第一个龙头 所以我讲到 这个神级一般的存在的话 那当然是大补铁板烧 那至于说高贵的选择 这其实是相当多 像这个明天要开幕的 这个民水兰乐 也是值得大家去试试看 过去八年来台的陆客人数呢 从1069万人次 到八年后的今天团客零 国财办宣布 将要积极来推动两岸旅游 我们就问 两岸观光打死结线 在松绑有望的吗 先来看我们的机场 是不是太久没练兵了 发炉一般的出包 居然把100个人关在空桥 这是怎么情况啊 还差点把飞东京飞大阪的旅客 不同路线哦 通通送上同一架飞机 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 更何况是全球机温连发 幸运之神不会一直站在我们这边 6月1号 6月1号 进入两岸旅行业战火开打 进入冰河时期 因为陆克不准来台湾 是 台湾报复6月1号 台湾旅行团 不得组团赴大陆 是 双方咔一刀两断 彼此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习近平讲话了 他说 希望台湾同胞 能够诚实地邀请来大陆观光旅游 也希望大陆同胞 能够到宝岛去看一看 所以6月1号本来要冰封暴了 后来春暖花开了 立刻 现在习近平讲完话 昨天国台湾记得我已经就说了 希望能够推动两岸旅游合作 看到了解冻的痕迹 但是 但是什么 解冻你要先把你的战备给提升起来 最近出了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一件我们先讲高雄小港机场 高雄小港讲 坐澳门航空 要从小港到澳门去 9点起飞 晚上9点 对 对不起 飞机还没到 他要等澳门来的飞机降落再搭去 通常是这样 但是澳门下大雨 飞机延迟了 一直等到11点 澳门的飞机才降落 到了就好了 等了两小时 要整理下飞机啊 11点40 各位旅客 终于可以登机了 等了两小时40分钟了 请登机 登机啊 大家很兴奋登机了 11点54分 澳门航空接了电话 消防机长就说今天你不准飞了 因为12点钟我们要消禁 小港机场12点是消禁的 不准飞机起飞了 好紧张 是6分钟耶 1点54分告诉他说 11点54不准了 结果大家正在登机 对 前面有一点人进去了 突然间啪 不准登机了 登机的全部出去 所有人卡在空桥 卡一堆人卡在空桥 好惨哦 进退不得 从来没有发生过耶 从来没发生过 而且火大到了极点 我延迟了快三个小时 登机你把我赶出来 还没完更可怕来了 我要去澳门嘛 我总是买一些新东洋啊 牛肉干啊这些 带去澳门送朋友 或自己吃嘛 但是我现在不能登机了 我要回家出境 但是海关人员怎么知道 你是澳门航空的 还是别的航空啊 通通是要出境啊 就一出境你发觉 你带牛肉 你带肉制品 进台湾旅客是不能带肉制品 等一下 这个是我刚刚在小港机场买的耶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刚买的 太惨了 我怎么知道你是澳门航空要出境的 还是跟其他旅客一起要出境的 所以我本来已经是出境 现在要变入境 入境又通不过你这个海关的安检 对 所以一塌糊涂 一波三折 讲完小港只要讲 我们的这个桃园机场 桃园机场也有事 上错搬机 登错机 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 大家知道 桃园机场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 空桥不够 空桥不够 所以很多飞机 如果大家有经验 要停在机坪外 等接驳车来接 没错 结果补航212飞东京 是 补航202飞大阪 是 一个是飞东京 一个飞大阪 两架飞机就摆在那 对 结果接驳车 送错乘客上错机 把两个飞机 整个送错 好扯哦 上错之后 你要再清点 是 再下飞机 是 再重新接驳 搞得乌烟的 好 所以两岸通航之后 要上井发条 除了这个 四月 奇怪了 又最近这几天 积温不断了 尤其是波音 是 波音的积温 特别可怕 好 我们先来看 这个 是甘莱吉机场 全世界 最繁忙的机场 是 瑞士航空一架飞机 它已经获得起飞了 它已经要 跑到那儿跑 是 它这是瑞士航空的 就它发觉到 旁边滑行道 有四架飞机 冲过来 四架 我们上面只有一架 只有四架飞机 要冲过来 它立即踩刹车 然后 给塔台讲的四句话 拒绝起飞 太可怕了 也就是说 他们会到滑行道 滑行道准备 要起降的 这个主跑道 对 结果在这个 进行的过程当中 几乎要相撞了 四架 它居然远远 看到四架飞机过来 你怎么可以都放行呢 这简直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 这是纽约最防范干的机场 是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 本来纽约这事情发生之前 有两架飞机 一个要出来 一个要起飞 是 它过去起飞的时候 它出来 差九十公尺 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 来 我特别讲 这些机温 都是波音 波音 大家都说 今年犯太盛 还没过 好 我先给大家看 这德国汉莎很红的一架波音 是 747的飞机 你如果看就很可怕 我告诉你 它本来要落地了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纵落地 纵落地的飞机 很恐怖 我告诉你 乘客在里面 像坐云霄飞这样 纵落地 触地 怎么办 怎么办 重新起飞 再拉机头 再拉机头 因为它 纵落地 弹跳 触机头 是 它再拉机头 起飞 重新飞一圈回来 幸好 纵落地 没有损伤到它的轮胎 跟它的比轮 是 它第二次 是 成功降落了 但是 所有的乘客 四个字 九霄惊魂 吓都吓死吧 我给你真的吓死了 那个不得了 你在 纵落地 弹触地的时候 你会以为 发生 机 这个灾难了 是 好 这个是波音航空 那我再跟大家讲 南非的 Karton机场 好 Karton机场 注意看了 它是一个 也是波音737 一起飞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主轮胎掉了 你看到没有 哇 可以这么离谱 它的主轮胎掉了 但主轮胎掉了 怎么办 它还是要起飞 是 因为它已经在冲了 对 已经在冲了 所以 来 大家看一下 主轮胎在这里 看到没有 应该是两个轮胎 在这个地方 这边不见了 只剩轮毂了 对 只剩这个 好 然后 刚才我们看 它已经在那边 起飞了 对不对 它这个轮胎 啪一下就掉了 掉了之后怎么办 它还是要被迫起飞 是 起飞之后 它怎么办 糟糕你降落 你少一个轮胎 对 第一个 你还是要给我回来降落 降落更可怕 降落巨响 然后发出巨烟 然后它的 右侧的起落架 跟右翼 部分 整个毁损掉了 千军一法 我告诉你 又是一个 是个九霄金 是 好 那这是第二次了 第三个 我再给大家讲 也是波音 这个 是4月24号 波音的737 它在美国 丹佛机场起飞 我跟你讲 刚刚的 南非卡普登起飞 已经够生气了 是 我起飞以后 这么惊险 回到又是卡普登 对 丹佛也是 各位看 起飞之后 它的这个 引擎 涡轮引擎的 遮罩 那一片飞走了 整个机罩飞走了 这机罩飞走了 很可怕 鸟吸进去 鸟击 会有异物吸进去 怎么像是 卫生纸糊的一架飞机 像卫生纸糊一样 你看这个机罩 整个飞走了 然后怎么办 再飞回丹佛 去降落 幸好 丹佛降落还是成功 但是 每一个都是 我做丹佛 降落以后还是丹佛 我做卡普登 降落以后还是卡普登 你不能每一次都幸好 这个几个小时前 才发生的恐怖画面 换句话说 幸运之神 不一定每一次 都站在你这儿 那我们就讲个今天了 今天全日空 大家看多可怕 七八七 七八七 它是飞到 新千岁机场 看到没有 飞到新千岁机场 是 注意看 结果 居然 狂冒烟 蓝色的烟 狂妙 你知道是什么 液压的油泄漏 液压油泄漏 遇到高温之后 它就狂泄了 好可怕 有没有注意到 一二三四 我们刚才讲都是什么 波音公司 而且七八七 还是梦幻班机 梦幻班机 而且 这个故事 你们就这样结束 波音更大的灾难在后面 还没完 波音一个 做了十七年的工程师 就这个人 他叫做 萨利普 他出来向 FAA 美国航空 联邦航空 这个局 说 波音的七八七 跟七七七 梦幻班机 是 瑕疵品 偷工减料 战斗镜头前 这样子 对 就这样讲 而且他说 我先是 七八七有问题 我就告诉高层 你知道他在 工程师 他看七八七 在做的时候 那个装修工人 去砍 砍不进去 砍不进去 装就站在上面 跳 这么精密的组装 可以这样 这么组装 波音七八七 梦幻科技 他砍不进去 他是整个人 在上面跳 天哪 这不是应该算得 准准准的吗 然后他就向高层 去举报 说这个偷根结栏 有问题 高层说 你给我闭嘴 瞎了 然后他就继续要说 不行 结果他走出公司 轮胎被刺破 好 然后他接到命令 你调 离七八七 去做777 逼他闭嘴 对 他调七七七八 又向高层说 777有问题 对 高层说 你给我闭嘴 不要啰嗦 好 你叫我闭嘴 我就出来 举报你 就不得了了 好 那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经理 就这个人 叫巴内特 他也举报 说波音公司制造 有问题 气压 有问题 结果 这个人 在出庭的当天 他住在旅馆里面 从旅馆里面 走到停车场 这发生什么事情 死在停车场里面 太离奇了 举枪被爆头 是 结果警察的出 报告你知道什么 写什么 举枪轻声 他有可能吗 不可能 他的最好的朋友 出来说 他有留遗书给我们 他有给我们讲 如果我死了 绝对不是轻声 毛毛的 我告诉你们 我一辈子不会轻声 所以波音公司 去拜个太岁吧 打死节的两岸观光 现在松绑油谱了吗 我们最关键的 要来看到是 中国国台办 他们宣布 要积极来推动 两岸观光 你没看 今天观光肋骨 立刻上演 庆祝行情 但我们就问 台湾拼观光 非要路客不可吗 摆在眼前的 就是路客蒸发 日韩客人也腰斩 狼累 今天观光股 到底长什么 我们就带您从 西门町的 百亿包租公的 传奇店面 到最有名 在当地的黄金柱 看完了 一切就明了了 今天跟大家报信 观众朋友 今天观光股狂涨 涨什么 就涨三句话 第一句话 马英九位 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希望大陆民众 多到祖国 宝岛看看 通关密语 习近平都讲了 那时候我之前 我们报信跟他讲说 你等着看 习近平不是一般人 他讲了以后 马上就后接谁 其实有接朱凤莲 但是中间杀出一个赖清德 赖清德 习近平讲完话 赖清德今天他公布 国防外交 还有陆委会主委说 他说什么 他说两岸执政党 也希望能够良性对话 他就怕乒乓 你去我来 你去我来 又跳tango 所以习近平说 大陆的陆克 应该要来台湾看看 然后赖清德也讲说 希望可以良性对话 所以他还希望海基会的董事长 以后郑文蔡良扮演这个角色 然后国台办发话了 国台办说什么 朱凤莲讲说 积极采取这个措施推动 这是昨天讲 这是今天讲 所以等于习近平讲完 朱凤莲讲完 朱凤莲讲完再让赖清德讲 所以看起来就有那个样子了 当习近平说 希望大陆的民众都来台湾看看 就是要来团科开放 第二个 朱凤莲讲什么 他说两岸要积极的采取交流措施 包括旅游 对 意思说别人可以 就在等这个 就等宣布 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本来我们已经开放团科了 现在目前4月是有的 因为3月到6月是有团科去大陆的 那旅行之后就是讲说 我才高兴又要担心 因为你6月以后没有了 那就看赖清德 当其实大陆都已经讲的时候 就缺临门一脚 我不知道赖清德会怎么做决定 但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大陆宣布 比如说5月中宣布 6月开始 大陆的团科来台湾 那我们台湾87% 甚至99% 我们台湾讲说 那我们6月就不用停了 所以涨在哪里 就涨在这里嘛 所以为什么观光股 整个都冲起来 赖正义他讲说 请赶快立刻恢复 因为百工百业都需要刺激消费 台湾就需要一个岛 我们需要很多观光客 现在目前陆客 我们现在是这样讲 观众朋友 除了两岸政治因素以外 有个COVID-19记得吗 COVID-19疫情前的疫情后 现在目前我们的观光人数 只有疫情前 请注意不是只有陆客 全部旅客 台湾现在目前只有 疫情前的40% 所以砍了比一半还多的时候 我们的观光业者 就会觉得很痛苦 那现在既然 朱凤林也讲话了 赖总统当前也讲话了 所以今天 航空饭店旅行社 相关的观光类股 今天通通涨 连续两天 有庆祝行情 从八年前的上千万 陆客团客散客人次 到今晚团客零 好 等了八年 我们就来看看 台湾到底 真的非要陆客不可吗 还是说 该来的要来 该来的没来 陆客也不来 所以最后就心心疯疯去 所以观众朋友要知道 我在讲的同时 我就是云淡风静在讲而已 但是在听我们今天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我都知道 如果你住花莲 如果你在西门厅 如果你是观光业者 你现在的表情是什么呢 对 我就是等你选择 对不对 马上要耶 或者是 对不对 就小空气 因为观光业者 他们知道 天长之别差太多了 花莲因为这是地震的关系 没有陆客对不对 台湾的旅客也不敢去 对 所以花莲的那个地方 昨天福克奇说什么 一路退定退到十月 那如果陆客来呢 可能就会去 那花莲可能就不会 不会整个都死掉 就会活起来 那台湾很多地方 像西门厅 像故宫 像市立业势 我们今天讲西门厅 西门厅过往 陆客就是喜欢去 那在什么时候呢 特别马总统时期的时候 一年来的陆客超过四百万 所以呢 不是 就不要管别国 就只有光是陆客就超过四百万 一整年有一千万 所以就这样 我们那时候就跟他采访 那时候在电视台 啊不赢啦 都很忙啊 这个小吃那个店 都在这个接观光客 其中陆客是大宗嘛 每个小时 当时可以涌入两百五十五人 那店面也因为 现在目前观光受影响 状况之下说 整个资金都没去啊 大家知道 西门厅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年轻人特别多 第二个呢 就是电特别多 电还分两种 一个是有店面的 一个是没店面的 那你知道有店面的 像这个 这个是成都路三十一号 这个叫做在西门厅的传奇店面 现在目前 真的很有名耶 我跟你说 西门厅的店域 人来就是前潮嘛 人潮就是前潮嘛 你开店只有三个要素 叫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 西门厅嘛 但我等一下没有人了 西门厅以台湾来讲还算多 可是如果没有路哥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目前 你看这个传奇店面 现在月租是33.6万 这是应该 可能啦 就像个史上最低 因为以往没有45万是租不起来的 对 又堆着钱抱着去 你都不一定租得到 对 所以呢 但因为现在 大家也知道供底时间 路哥还没有回来啊 所以现在以33.6万来租 然后呢 包含了你这个店 他说是那个地保名人 刘妈妈啦 那另外还有这个 百亿包租工 在西门厅很有名的 西门厅 他很有名耶 那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好不好 你等 等什么 等西门厅的客人能回来 第二个我刚刚讲 店面多之外还有什么 柱子很多 其他地方确实也没有 因为我以前常常喜欢西门厅 西门厅的柱子光是这样 这叫黄金柱 他就是一个 旁边这个就是 旗楼旁边的一个柱子 你看这两个就是有差别 这个就没有放完 这个就有 他整个挂满了这些卖流 是卖衣服 有的卖小屋 有的卖什么小公仔的 一个柱子 俊江哥一个月 不开玩笑 15万 一支台湾而已 一支台了25万 但是现在我讲的是以前 现在七万八万 而且还常常离捷运站越远 租的人越少 现在目前往远一点地方的时候 已经有大概四分之一的 住着没有人租了 所以人潮前潮是完全相对应的 西门厅之所以这么多人喜欢去 韩国客喜欢去 大陆客喜欢去 以前一个欲望城市 女主角来台湾的时候 她也去西门厅 大家以为说怎么样 她是逛那个 什么LV什么 她要西门厅 她要西门厅 对对对 你看以前 好不好 她就跑去这个杰西卡 她就跑去西门厅逛 所以西门厅的人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已经 把塞漏了 对 你知道我的意思 赶快再回来 西门厅就像我自己的朋友 大陈伦逃给你我的朋友 你都说都没人啊 以前还等陆客 然后没有陆客 有日客韩客 都没有了 为什么政府不是跟我们讲 日韩客可以去填补那一块吗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统统没有 可是疫情现在结束了 还是没有 因为陆客现在不能来 对不对 其一 第二 日本客也不来 很简单 日币贬值 日本现在目前的钱变少了 又来台湾消费 很多喜欢台湾的日本游客 有些说 我以前一年去台湾大概四次五次 现在变两次还是去 因为台湾现在消费 看起来感觉变贵了 好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去日本 最近这一年的集圈 怎么变便宜了 对 相对乔乔摆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好 日本人就少来 第二个 那韩国 有韩国人不是来西门厅买那个什么 去家乐福 也不来 韩国人发现说 越南更好玩 越南更便宜 我们个网红去越南 他去挑战 50万顿越南顿 一天可以过得到 50万很多 其实我刚才换算一下台币640而已 吓死人 好 50万的印尼顿 640 很省 一天可以640玩到宝 很省 台湾 韩国 很多人其实都出国了 对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呢 大陆的路客 其实现在基本上 他也跑去日本 他第一个不能来台湾 突然跑去日本干嘛 日本的LV 因为日记贬值嘛 在日本买LV便宜啊 他随便可以插个 人民币大概三千四千 所以呢 日本跟韩国的客人 你要注意看哦 路客也许政治因素 可是连日韩都不来 有没有 连这个日本跟韩国旅客都不来 说台湾怎么办 台湾就需要赶快去救台湾的观光 现在就是关键时刻 赶快把人潮汐进来 大家才有可能发财 董哥 我就问了 两岸观光要出门了吗 或者说又再一次只闻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因为包括习近平 或者赖清德 他其态度现在都比较软化 那他们不必再走蔡英文那时候的路线 台湾非常需要观光客 而观光客里面 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是消费能力最强的 而且他们对台湾充满了感情 这是大家过去所看到的 虽然有一些独派人每天谩骂 但是钱照赚 那今天台湾跟韩国有一个会议 今天在加益开 他说我们一定要多争取韩国的 韩国也派人来 那我们加起来 其实一年不到两百万 就是你去我那边 我去你那边加起来 韩国来这边一年大概八十几万 来台湾 都跟路客不能比 包括消费力 包括人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是一个 已经压抑这么久的一个机会 那民进党 当然他有一些仇恨 对中国大陆 尤其七年选举 七年六月 那时候很多 旅游业者他们很气 民进党八年 铁板一块都不开 他们就 开了 大概六七百多请侯友仪到场 所以只有国民党当选以后 才有机会 那各位观光旅游的朋友 我告诉你 现在民进党也有机会 因为他们很希望把饼做大 那尤其习近平 他已经讲了这个话的时候 当他讲了第二天 整个股票就上涨了 大家一定 因为大家都非常敏感嘛 而且这个是两岸 大家都互相有利的 我们希望有更多交流 更多 互相的往来 就会更了解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赚对方的钱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观光客有没有去 有啊 我一堆朋友都去啊 包括我自己 我们也去啊 我们去有时候想着省事这么多人 我们就用个旅行团 可是我们不用旅行团的比喻 我们就找旅行团 你帮我们安排好 我们去那边要有车就有车 要上山坐缆车 坐首道就坐首道 你全部帮我们安排 这旅行车帮忙安排啊 那我们去马上就省了很多时间啊 你要自己去叫车 去那边到哪里去找啊 这也是一个旅行社的概念 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偷偷摸摸 因为政府不开放啊 但是旅行社在帮我们办啊 也会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这政府 每天讲我观光客客要1200万 你没有入客 你想都不用想了 我看王沟才 他现在刚好 已经没有被继续任命的话 他心里应该松了一口气啊 是 彭卿 怎么看 我现在呢 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就我所知道 就是立法委员 傅昆奇不是要帅一个团 然后周末的时候 就要到大陆去吗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可能会共同宣布 就是要开放旅游 因为这个对于 这里面我们先讲 并不是说为了花莲 然后所以要开放两岸旅游 而是说两岸旅游 这件事情基调 本来就已经确定在这个地方 那刚好碰上花莲地震 现在花莲的旅客 萧条的程度 大家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一直到十月底为止 所有的订房旅客全部取消 剩不到百分之五 那你到十月 现在还四月 十月那还有半年的时间 大家可以想象吗 半年你完全没有生意 请问一下这些商家怎么活 趁着这件事情 刚好前面已经定调了 所以我觉得有点加速 为了要拯救花莲的光光 有加速的味道在 插个话 所以重点在于这句话 希望两岸执政党可以良性对话 520之后的赖总统的一面之间 就变成了整件事情 能成与否的最关键了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希望它成 主要的原因是 他们其实开了又关 已经承受台湾的旅游业者 极大的压力了 所以我不认为 他们会在这里面阻挡 从这句话看起来 也并不打算阻挡 而且他们知道说 恐怕他们也得到了讯息 就是傅昆琦这一次去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 要重开旅游 那为什么对大陆的光客 寄予声望呢 大家不是都在讲说 大陆经济很糟很糟很糟吗 可是你要知道 从汇率的角度来看 今年以来 即亚洲货币对美元都贬值 全亚洲通通都贬值 但贬最凶的是什么 是日元 日元到目前为止 今年以来已经贬了9%了 贬到34年来的新地 而且现在它贬破15之后 如果再看不到 日本央行出手去干预的话 可能要再去看160 那哪些货币比台湾贬得少 相对来讲比较有消费力 人民币贬2% 那你说谁比较有消费力呢 更重要的是那个量体基础 就是那个量很大 当然我会觉得说 这个观光客 路客的观光客 要回到2019年之前的这一个 熔景 我觉得是很困难 但无论如何 终究对于 尤其是对花莲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及时雨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曾经在选前掀起了滔天巨浪 八八会馆这件事情 那个主角是以前大亨郭哲敏 传了消息消息 原来他这个月就已经5000万中保了带子 带着这个电子脚僚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问题是他就是不用再关了 雨萱 难道两个问题 难道不怕串供吗 第二个问题 是更大的一个怀疑 难道黑白两道都瞧好了吗 所谓的八九个月的所谓的关押 所谓的5000万的中保 都只是走过场吗 虔哥所以大家台湾有一句俗话 叫做笑评不笑昌 或者是有情话事没情话事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郭哲敏已经验证给你看了 各位 曾经我们还记不记得 过去在选举期间 那个时候赢得风风雨雨的八八会馆事件 郭哲敏的好不容易能从国外拉回来了 结果到现在为止才九个月的时间 不好意思 他已经交保了 但你看一下 他涉嫌的案件有多重大 一个叫做博弈 以及地下汇队 总共零零总共加起来 至少将近快要十个案子 结果这217亿的金额跟你讲 5000万就能交保 他的财力也相当小厚 还真的拿得出5000万现金来交保 虽然说最后说 你要带电子脚僚 你要限制租据 你要出境出海 不过这一出战役 已经狠狠地打了我们的检调 打了我们的司法系统 一个脸代表 即便他罪嫌如此重大 罪证如此确凿 办不了就是办不了 因为他就是有钱有门路 好我就问你 今天他的交保让外界都在怀疑 你回头来看 会不会黑白两调早就瞧好了 从他泰国押回来的时候 其实都瞧好 不知道打一个问号 不然你回头来看 他关押的这个九个月的期间 开了几次情 通通不认 这蛮不符合一般被关押的人 我都蛮会认一点 换得轻判 没有 都不认 是不是他心来 我就透明了 我要认什么 俊阳哥你来行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如果你不认 而事后检调查出相关的事证的话 这叫最佳一等 因为你妨碍办案 所以他可能还会跟法官要求什么 从重量刑 也毫无回忆 但是他如果说从头到尾不认 代表郭泽民他有什么样的底气 我绝对不会被你这样倒 那奇怪啦 郭泽民能从国外回来 哪来的底气呢 你看他说地下汇队 我都没塞 博弈网站 他说 那个都国外的 我只是消费者 跟我都没关系 各位一听起来很荒谬 对不对 但不管 重点是什么 检调还真的查不出来 这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叫做不认真 一个叫做是郭泽民 早就把犯罪政情统统清理干净 但不论是哪一个 恐怕都会让全民失踪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于司法的信心 本来就已经很薄弱的状况下 如果你在跟我讲 全世界全台湾都知道 郭泽民涉嫌重大 他就是老板 结果拿不出证据 拿他没办法 现在只能让他拍拍屁股 就走人 走出我们讲的看守所 所以 演戏空跨戏公 诶 导播我们再看一下 去年八月 他在那个机场 压解入境的这个画面 一身清爽 一身名牌 你告诉我 这个如果真的 大家都超好 那真的我觉得 把大家做认同 孙然哥 我跟你讲 这个画面有一个玄机 我们持续地放 为什么会这样讲 第一 你从国外被带回来 通常是什么情况 就是皇冬 皇冬冬的时候 你为什么 急急忙忙身上很落魄 然后这个跟流量 浪漢一样 甚至是呢 那个情况可能是很紧急 然后随便拿几件衣服 但你仔细看郭哲敏 这个像是那个样子吗 这走过的 不是啦 这是出国度假 乘回来才穿这款的啦 要不清楚 所以很显然 那时候 大家是不是在讨论 说郭哲敏 原本都找不到他的人 但为什么后来突然现身 后来现身的时候 跟检调配合 然后相当的配合 直接就回到台湾 各位 就仔细看 现在一一的来说 身上那一件 也是名牌 两万元的批牌大衣 那眼镜有没有 掛一个眼镜 不好意思 那个眼镜也要三万块 而最了不起的是 他的鞋子 我们刚刚镜头 是不是画面 一直在给你特写 他的鞋子 有没有看到 那个也是名牌七万 所以林林总总 各位你看 黑色上 宜悠闲的白裤 好像刚刚打完小白球一样 配上那一双 潮流的联名款 不好意思 总价二十万元 你跟我讲 这个像是 潜逃在外 被检方带回来的人吗 而且走这个机场 好像驾星光大 大家来看看 最新新品展示秀 开什么玩笑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这个就叫做有备而来 还没有完 今天进来之后 在法庭上 每一次的出庭 那个细节 都是媒体要捕捉的 你去看 他如此的从容 从容到你会觉得 不可思议 因为一切都在预料当中 为什么会这样讲 各位 你看他在法庭上 曾经还一度说 我恐慌症发作了 然后各位 神奇的事情来了 马上旁边的人 不知道是律师 还是他自己的 这个其他人 利药给他 你不要再骗我 好不好 哪有这么巧合的 你说发作就发作 药马上就来 然后他也不分 这个不管 三七二十一 马上拿药 现场法庭喝水就吞 而且法庭拿来的水啊 你是到底谁带来的 总之那时候 法官非常不开心 说 你这秒释法庭 还不管 我药照吞 那不只是这样子 还跟他女友 各位 他是公开审判的庭 所以说他也有人可以旁观坐在后面 然后一下子 转过头来跟前帅君那边 眉来眼去 眉来眼去 深情对望 他被讲的太离谱了吧 还可以这样 当法院士你自己人 各位 如果你是一个知道 自己即将被判刑 甚至知道说 我已经被押好几个月 我可能永无天日 你还做得了这些事情吗 所以很显而一切 一切都在他的计算当中 好 于先生一开始 就跟我们讲到了 五千万中保 对老百姓来讲 这五千万 不要讲五千万 可能一千万就压死人了 五千万中保 问题是你要看他口袋多深 对他来讲 九牛一毛吧 因为五千万 你通常大家要总几 就算你很有钱 身家好几亿 身家十几亿 你要突然总出 五千万现金 容不容易 其实不容易 因为那个周转 没有那么容易 很多人他都是有资产配置 在银行 然后你要提名出来 没有那么简单 结果没想到 他瞬间就拿出五千万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我跟你讲 他底下的人 他说不是老板 他下面的人有人出来讲 瑞士科技的总经理 一名这个女性 她说什么 我那时候从基层干起 然后一路跟着郭哲敏 最后她说 我当上总经理之后 直接给我两千万购物金 购物金 出手就两千万 不是啦 你到底要买多贵的 两千万都可以买整档了 然后呢 寄奖金 两百万元 吓死人 而且各位还有 公司抽成 尽力两% 这个其实才最可观的 君强哥 你不要看前面数字好像很大 你想想看啦 我们讲这个 洗钱就两百亿人 想想看这个 整个诈骗金额 包括我们讲的 整个汇队的金额 赌博的金额 有多少钱 吓死人 两% 这有够多 他说 我当任职八个月 我就赚了两千四百万 与此同时呢 巴巴会馆 有另外一个要角 叫涂承文 各位还记得吗 他也是汇队洗钱 超过百亿 结果这个涂承文呢 在整个案发之前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讲 有两个检察官 相关的涉案人员 一下去巴巴会馆 一下去涂承文呢 相关的这种 我们讲场所里面的 进进出出 频繁来往 结果没有想到 他要跑之前 还说 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要动了 快走 快走 奇怪 你怎么会知道 手机对话记录 怎么会有这个段 然后结果果不其然 到现在为止 剪掉还是 找不到这个涂承文 而且跟我讲 没有出镜记录 你不用插了啦 你坐一趟跑掉了嘛 人就没了嘛 不在台湾了嘛 所以你就 大家你就讲 看完这一出 真的是把检掉的脸给洗烂了 而现在 即便检掉丢了脸 但毕竟是520之前的检掉 新上任的法务部长 郑明谦 大家都对他有期待 为什么这个郑明谦有期待 因为他曾经放过 我们讲的林芝庙也好 高宏安在北角案子上 过去你再更早一点 叶士文也是他办的 张荣卫也是他办的 既然他对于国民党办案如此犀利 而如今会不会把这个苗头转向光电 甚至转向我们讲的八八会馆相关的案件 甚至是柯文哲 大家都在看 都在期待 毕竟过去 他是赖清德的爱将 居然给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为什么他是赖清德的爱将 你知道吗 因为曾经赖清德当年在街头 是不是曾经劝阻一个路人 最后被人家打得鼻青连走 而把那些人收押甚至重判 就是郑明迁 而这个郑明迁的报恩 如今会不会变成报应 用在郭泽民身上 攸关赖清德上任之后 520第一个月的民调 董哥你这么看 其实这个案子大家一看 他根本就有问题 大家记得吧 诸国龙事件 交保金五一也照跑 你给他五千万他不跑 他的同伙 大家刚刚听以前讲 涂成文怎么走 走趟了 统子 你说我有脚疗有用吗 我们现在到基隆到台南 要多快有多快 各位朋友不用再表演了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在表演 大家就讲好了 一个人被收押 有两个原因 我告诉你 一个就是你会串政 所以我把你收押 第二个就是你会潜逃 那大家看 郭泽民他为什么被抓去关 因为他诈骗 然后他潜逃 他已经有潜逃的事实 跑去泰国被抓回来 他就是被抓回来 所以他有潜逃事实 是不是有很大的 潜逃动机 当然是嘛 你把我放了 我就继续跑 大家可以看 你说检察官灰头土脸 没有 那些检掉 其实跟他一起在玩 在骗社会大众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东西 觉得哇 真是有钱可以持轨推谋吗 那很多人 不管他的言行怎么样 他无形中 你在公家机关里面 就助长了这些诈骗集团 他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显的嘛 那我们司法在玩什么 你要去指望证明天 想都没有啦 在明天就是一个非常政治 非常绿色的检察官 然后现在来干法务部长 简单讲 他比前面的蔡清祥更利 而且更有针对性的指标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 所以蔡清德用他啊 那我们今天其实看 整个台湾的社会 这些人都在表演啊 我们哦 这么多法官把人给放走了 有哪一个案例 说法官被陈处 没有 我刚讲的诸国隆 被陈处了只有一个人 派出所所长啊 你把人放了 叫我要去店店盯他 结果他跑了 我要负责 这什么法官啊 这什么司法啊 每天都找一些基层的人来电党 这个太够分了 这些司法这样玩 你要再怎么欺骗台湾老百姓 也不要表演得这么好 所以甘明 我们现在看到了 在八八会馆这个事件 滔天巨浪的这个郭哲敏 好不容易跑去泰国抓回来 现在居然交保了 五千万对他来讲 桌上的一块蛋糕 九牛一毛 我就问 不怕串贡吗 或者其实该串都串了 甚至跟公部门 黑白都喬喝谁啊 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的观察 其实在我知道这个 就这两天知道说 这五千万交保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因缘聚业 跟朋友他们一起吃饭喝酒 那时候这个八八会馆 郭哲敏的事件 刚爆发的时候 他出国嘛 那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吃饭 因为我朋友跟他们算同业 朋友就告诉我 就就就就 今天他们在那边聊天 然后聊一聊 他就说 他们都称他为小明 他说出国了 然后他说 然后我就 我就听他们在那边讲 他们讲着讲着 过没多久就回来了 所以当下我就马上跟他插话 我说 那可是近些年 那个洗米华事件 陈仁念事件 这个洗钱 一被抓进去关 都不知道关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你怎么会说他能回来 那时候我朋友就告诉我 他就跟你讲 小明后面的势力的股东结构 你的人脉很强的 那会让他回来 基本上在台湾的事情 有没有 一均匀 该面对的就面对 该承担的就承担 该去背黑锅的 就去背黑锅 所以我问你 在去年2023年的8月 我们看大政杖压回来 这个画面有没有 难怪他一派的清爽 悠闲 穿着名牌 整首去摆 原来都是走过场 关了八个月也是走过场 五千万交保也是走过场 对 因为他就是很淡定 因为我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说他在泰国会回来 基本上他在台湾 已经都搭丁好一切了 那为什么他 所以也才造就说 他现在在法庭上面 他可以一概所有的事情 他都不承认 因为通常如果说 我们很多人犯罪了 通常在法庭上都会想说 要自首嘛 就是坦诚嘛 那达到减刑的效果嘛 那为什么都不承认 那基本上台湾这些 他是不是有找好人头 或者是有什么事 全部都已经交代好了 所以他才可以这么的淡定 所以那时候朋友告诉我 这个新闻 这个news的时候 再加上我这两天 看到这个五千万交保 我可以印证了一句话 我朋友跟他是同意 讲的这个news 确实是应该就是非常可考 所以今天我看到 我就不会觉得很意外 北市科现在北市科的尼闹 柯文哲这下麻烦大了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台北市议员 简书培调出的会议记录 执疑柯文哲 把两块地 标给了无心盈家族的新寿 根本就是涉嫌图利 现在更惨的是 蒋师傅也准备成立了调查 小组要调查背后 有没有人谋不脏 在背后 柯文哲到底扮演了 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讲柯文哲的状况 已经从四面楚歌 现在升级成叫做 十面埋伏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案子真的太多了 我也懒得细数了 我们先想现在飞过来的 第一支箭 这支箭现在最锋利的 就是北市科这个案子 为什么 第一点 蓝绿现在要主调查 小组来去共同查 北市科包括16 17 18 我精准的跟各位讲 16其实跟我们讲 星光金没有任何关系 星光人寿没有任何关系 它主要是金人宝集团的 所以这个我们不谈 主要是17 18这两个案子 大有猫腻 而猫腻藏在哪里 各位不外乎是价格 不外乎是资格 就这两个格有出了问题 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讲 它的资格有问题 因为大家如果不知道 以前呢 T16 17 18 这两块地 这三块地 曾经在109年 以及108年 分别刘标过两次 而刘标这两次的理由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原本要求说 要做智慧医疗园区 而且设置非常高的门槛 而且要一次三块地 你要一次乘租 总共加起来的面积 大概多少 大概两万五千平左右 当然这个量体太大 而且又要医疗园区 所以没人 刘标 结果怪是怪在这边 当他流标之后呢 突然间跑出一个会议记录 这个在110年的时候 柯文哲自己在这边 亲自签名 你有签名 你有划鸭的 不要认 我跟你讲 他说什么 他这个 这个是我们讲 出席的名单里面 有没有注意到 有个卫生局 黄世杰局长 金安哥为什么要卫生局 因为就是我先前讲的 智慧医疗园区 而且他的会议记录 直接跟大家讲了 没有了 我们第一个 这块地要一分为三 分开的标租地上悬 本来三块一起卖 现在切三块 个别标出去 对 而且第二件事情 切出之后 也不用医疗元器了 他大放送 你要做什么产业 whatever 随便你开心 都可以 这个时候 各位 诡异的事情来了 当他原本前面 限制从从 放宽之后 就是你看到后面这边 来 我们讲了 17 18这两个案子 谁来投标 就星光金 星光人 就他一家来投标 就一家 单一一家来投标 而且投标的金额 非常的诡异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因为各位 原本他距离底标 一般通常来讲 都有溢价率的问题 结果没有想到 我们就举T16 金人宝为例 他溢价率 居然跟你知道多少吗 多少 80% 出那么多钱 把它标下来 这很合理 因为他有四家厂商竞争 金人宝是晚他一个月 提前一个月的星光金 不好意思 他溢价率多少 大概10到20之间 换言之 非常的 低空飞过 他怎么会知道 底标在哪里呢 对 所以没有错 这个就是真正问题 在这边嘛 所以减赎赔 才会提出他的质疑说 柯文哲 曾经去过 星光人寿 以及另外一家 总共两家 人寿公司 泄露底标 那如今 我们从数字 从事实上 来对照来看 好像真的有这个可能性 好 我们知道 其实这一块地方 其实是 被形容是台北的 最后一块宝地 为什么一样 16标出去 溢价率到80 结果你这两块标给了 新光新瘦的吴家 溢价率只有十几% 这个就很奇怪的一个差别了 对没有错 因为你可以解释非常多的原因 但因为它两个前后差别 第一个只有一个月 几乎是同时签约了 再来第二件事情 两边的容积奖率 完全是一模模一样样 两个同样的产品 不然这样 在第三件事情 人家金人宝倒大没去 还要三阶段审查 为什么 要有计划审查书 为什么要计划审查 就如同我一开始讲的 他原本是要做什么的 医疗产业 智慧医疗产业 所以要计划审查 那你不好意思 到新光要不要 都不用 全部都不用 就是一句的 你积来就好 而且钱还给的特别少 有够少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 我帮整个大家试算过了 如果说按照 他一万一千七百坪的面积 四十四亿的总价 你知道他五十年的地上权 一坪大概多少钱吗 三十六到三十八万元 你这个东西 如果放在台北市 跟你讲 不是用抢的 当然大的 全部都来抢 哪有那么便宜的 骗鬼啊 而且再来第三件事情 奇怪了 你吴欣盈是什么身份 吴欣盈当时还是 新光人寿的关系人 在担任部分区 以及副总统人选之前 好 这个关系人 结果后来没有想到 变成了你的部分区名单 在2020年就已经变了 然后再来最后 隔年新光马上 各位 这已经不是超划算了 这根本就是丢在地上 好不好 丢在地上的价格 十七十八 就这样飙售 所以柯文者到目前为止 如同郝龙斌讲的那句话 心里有鬼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好 伟汉 我们看到了北市科 这个争议 现在会议记录被调出来了 现在蒋师傅要成立调查小组了 柯文在这个里面 到底背后谁有多深 你怎么观察 现在柯文只遇到麻烦了 而且这是三个麻烦 两个对手 现在知道 为什么 因为蓝绿同时加工他 辅惠一起围护他 所以事情就相当 民进党跟国民党的议员 同时都在台北市会讲说 我们要调查 我们要调查 然后台北市长现在讲完 跟他的副手李四川 这怪怪的吧 这个看起来是有问题 前市长郝隆斌就给我出来回答 对所以呢是 然后民进党的议员讲什么 送官送帝送荣基 两个对手 一个蓝一个绿 三个麻烦 北市科 台志光 金华城 那你现在怎么过关 看起来 我们中华民国是无罪推定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无罪推定是法律上面的攻防 在政治上来讲 柯文哲现在看起来 目前是危机 为什么 如果你讲不清楚的话 会有麻烦 我先讲简单的 台志光还算简单的 你今天既然跟大家讲说 郝隆斌25年 郝隆斌为什么生气 郡强哥 郝隆斌刚刚说 你已经消费有十年 你刚上来2014 你就说五大案 弄到这边 以前台北市长选完以后 是要选总统的 李登辉 阿扁 马英九 结果郝隆斌 后来后续的政治发展 没有那么顺 就是压着 你五大案弄得不好 结果郝隆斌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他直接跟柯文哲要PK了 出来回答 为什么你台志光 你说我签25年 可是母约告诉你 只能够是 中华电信的95% 你为什么签更高 你指又为什么签更高 就是奇异 我说三个麻烦 第二个麻烦是金华城 建材院今年一月都已经纠正 你的容积率为什么840% 没有人这么高的 那我不知道 就请柯文哲要回答 他现在是这样 包含他的发言人 志涵还有宜轩 都会出来跟大家 回应或是反驳 没有用 柯文哲本人要出来讲 黄珊珊都没有用 因为今天柯文哲是市长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 北市科很简单 三块地 T16 T17 T18 当然没有错 黄珊珊昨天有解释 我们一起要跟他租地上权 50年也没有人要 70年也没有人要 所以只好拆开 没有人说这个部分不对 可是你到了后来 你T16是人宝区 你的底标价没有人知道 可是绝标价是81亿 这块地跟另外两块加起来 只差0.6公顷 为什么它最后绝标价是81亿 而你的T17跟18 加起来只有四十几亿 那也差很多 只差一点点的面积 但差了37亿 这是7亿 所以李四川说价格差那么多 是这个意思 黄珊珊在那边讲说 我们不是最低标 我们最高标 不是 李四川讲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左边这块T16 81亿绝标 你后面另外两块 T18会比较低 所以吴信银家族的新售 以相对极为低廉的价格得标 这件事情 有没有图力是争议的所在 重点在于这里 我刚刚讲了 民进党议员怎么说的 宋官宋帝宋荣基 宋官的意思就是 2019年你已经把吴信银 列为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了 不是只有这次才搭副总统 那你又跟这个 新光人寿17 18这块地 好那观众票 我刚刚讲价格是其一 其二 你的T16是要有这个 就是资格审 你基本上你要够资格 才能来标 第二个 你还要送计划书 然后最后才人保得标 四加 可是17 18就不用 他就没有这个计划书 所以就有差别 价格有差别 代言也有差别 再加上新光就敏感 因为你跟新光 所以我才会讲 台北市议会 现在组成这个调查小组 柯文哲市长 我刚刚已经开场就说了 我们没有在预测或是判断 一定会怎么样 无罪推定 可是因为我刚刚讲 这三个麻烦 同时出现的时候 柯文哲必须谨慎 否则在政治上 他会受重伤 好董哥 这一关卡 柯文哲能过吗 柯文哲因为这个 这个问题 已经显前早就被讲了 柯文哲答不出来 他只是一直 一直说 有种你去告 这个没问题 然后叫我黄珊珊出来 去表现他们的焦虑 焦虑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不是蒋婉兰提出来 蒋婉兰跟柯文哲做法不一样 蒋婉兰厚道 柯文哲2014年一当写 马上前查五大必案 好龙兵忙酒 里面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组织一个 以周一过为主的廉政委员会 哇大家 李安妮为主的 李安妮啊 这些人懂什么 这些人都是充满了政治的情绪嘛 所以就每天爆料 每天打到最后没有啦 是不是 蒋婉兰不一样在哪里 蒋婉兰并没有查 蒋婉兰是最近民进党一直打 打到最后民进党说 我们市议会自己成立调查小组 要你先来做专案报告 他是被迫的 蒋婉兰已经上任一年半了嘛 所以其实有人就去问李四川 他当然是工程专业 他又在台北市那么久 他做这个案子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大小眼 金仁宝是科技专业 你知道金仁宝的喜胜雄 是海基会的代理董事长 人家两岸做了几十年多么成熟 他还要提报告书 然后吴欣宁家族 吴欣宁那时候是柯文哲的部分级立委 提名人还没当选 还没当选他来做什么 他在金光里面是高层啊 你柯文哲怎么就给他了呢 他2019年就被提名柯文哲2021年 然后这块地就给他们这么便宜了 就是50年 这个案子会被爆 其实跟柯文哲的那个嘴见有关 吴欣宁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他那时候台志光他就骂 郝龙斌 你怎么可以给那个25年 他不去解释 不去讲他故意的恶意的 他不去讲那叫做BOT嘛 BOT25年是很短的 台北101多少年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在场了70年耶 柯文哲给北市科50年 就被人家拿来说嘴 说你都给厂商50年 那郝龙斌25年你来拼命骂 为什么要够那么久 因为这些所有的基础建设都要建商 单独花钱去做 做完了以后以后递上路 你所做出来的东西要给市政鲁 包括10170年后 就是台北市政鲁的 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叫BOT嘛 那柯文哲故意不解释 很多人讲 哇 郝龙斌你任期才8年 你给人家25年你太过分了 柯文哲给50年 而且给他们自己台湾民众党的 吴欣宁家族 这怎么讲得过去嘛 柯文哲这一关 他可能够得了 可是他的声望一定下跌 柯文哲你跟台湾 这些构成你要不要讲清楚 这一关要讲清楚 不然后面2026 他还有2028耶 北市科的案子对我来说 我不讲说里面有没有内幕重重 因为我不知道内幕是什么 可是如果我们从财经的角度来看 你就会觉得说 这是一件奇怪的案子 关键在于 坦白说 因为他前面流标了两次 这么黄金的地段 这么好的一个 而且现在你知道建商都在抢劲吗 那为什么会流标呢 这流标的背后 到底是有哪一些规定 让大家都觉得 挚爱难行 不愿意进来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你才可以把那个标金 不断的往下降 因为流标一次就可以打个折 流标一次就可以打个折 这确实合补法令 只是你前面的规定 有多么不合理 才让大家不愿意来标 这是第一个我的疑问 第二个我的疑问就是 等到第三次的时候 一大放送 我分开来了 然后而且不用投资计划了 我很多的审查 都可以省下来时间了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有意愿 那是每一家都知道了吗 还是只有你拜访的人知道呢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那个 他潜在的投资人名单 在前面一页里头 在右下角 你看潜在的14个 投资人的名单当中 其实很多都是有实力的 比如说建设公司当中 中华工程 原力建设 哇那我跟你讲 他的实力是不可小觑 钱多的不得了 那你再看右边的这一块 全部是上市公司 鸿海 鸿华 和硕 然后你再看到那个国具 国际一度是我们的股王 那当然他现在 也许没那么好 可是他的被动元件 还是很赚钱 陈佳 其实那个财力 也是非常的雄厚 康书他做那个 就是有关于那个电线 就是那个电网的 有很多的这个充电 充电桩的这个东西 他也是很赚钱 这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 那为什么你这14家 你只挑了两家去拜访 你为什么不能普遍的 14家都拜访呢 因为这里面条件放宽了之后 可能很多家都有意愿 你知道之前很多的弊案 都是如此 就是呢 大家都觉得说 这件事情自在难行 不能投标 就发现有人一投完标之后呢 政府突然宣布 在附近开公共建设 大家就说 如果有这么好的条件 那大家都要来标 但是不是只有人 部分的人知道 所以我确实对这个案子 我充满了疑问 这么黄金的地段 这么有前景的地段 为什么前面流标 而后面为什么 这个柯文哲 只拜访其中的潜在投资者 两个 这个是问题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带大家看到是 国内的两大汽车龙头 他们要争抢 上千亿的租车商机 没有最狠 只有更狠 玉龙宣布下半年要导入全新的Luxian N7电动车队 一手充会员 一手充销量 而龙头和泰要怎么来迎战呢 另外我们看到在北京 魁维四年的北京车展 神车NG电动跑车首度曝光 挑战415公里的急速 哇 这是怎么样的一场黑科技大乱斗呢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举一个例子 玉龙旗下的Lightgo这个系列 去年十月才上线 你知道现在会员数是多少人 多少 四百万人 这么快 全台湾两千四百万人 有六个人 六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去加入了Lightgo这样一个系统 而且他现在告诉大家讲说 你既然有四百万人进来 你也要想说那有多少人会来租车 对不对 所以现在玉龙旗下这个Lightgo 他就讲说我告诉你 我每一季我都要推出一个新服务 而且甚至还告诉你讲说 以前租赁市场 大家觉得很讨厌很麻烦的东西 我全部帮你改过来 包含到什么 第一个日租车 第二个呢 我还可以给你包车 甚至你说我不会开车啦 我干嘛跟你租车 没关系 我还有代价 连代价都有了 连这个市场你都要吃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太离谱啦 所以我不只租给你车 我也租给你人 而且不只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去租车 像我也租过车 租车的时候 我一定会先挑什么 挑新车啦 我自己没有新车 他也告诉你说 没关系 现在大家喜欢新能源车 下半年要导入Luxgyn的N7系列 这都完完全全告诉你 我走电动画 而且不只是你说 你就投资个三五十台 不要拿出外奖 没有 我两千台作为目标 这个就是今天说的大杀招 没有醉杀只有更杀 你要知道 一万到一万五千个 要买车的人 还在排队等着交车 没有再跟你客气 直接告诉你两千台 LINE GO 你跟我一起Go 你就可以开到这种车 你先不要压抑的这么夸张 有新能源车 我有里程焦虑 我会担心没办法充电 充电是服务 他现在也告诉你说 我们也要投入这个市场 所以你接下来会看得到 不只是说这个LINE GO 他们现在告诉你 讲说我要扩大规模 连隔上 隔上也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 我们要推出新服务 过去你要租车的话 要嘛就是一小时来算 对不对 不嘛 你就是跟我租什么一天两天要用 没关系 我推出一个叫做订阅式的租车 这什么东西 一次三个月 一次三个月 你不用到处跟人家抢车 你知道吗 而且他告诉你 讲说我这个车出租车 我认为我市占率 也可以达到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来看 为什么租车市场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来看 是因为大家消费的习惯 在改变了 来 LINE GO 现在是整个租车行业的 第二把交易 它的追赶非常的迅猛 我就问老大呢 老大在哪里 iRent怎么办 和泰怎么迎战呢 对iRent来讲 我讲实话 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为什么会去租车 我如果有自由车的话 我去租车很有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说我要去的地方 我开车不方便 第二个是什么 你知道我要享受 我没有开过的车 我对新车型我也有兴趣 对不对 所以iRent现在也跟大家讲 我跟你讲 他左眼都是市场最火红的小车 为什么 像汤S 汤S在当时推出的时候 事实上你会觉得 要乡行车 货车主打这个 我告诉你 现在年轻族群超喜欢它 为什么 因为周休二日起来之后 很多人觉得说 我到户外去旅游 住饭店好贵 所以这几年 台湾很流行什么 车速 以前在早期的时候 只有那个三菱 林立 那个A180系列 大家就觉得说 汤S出来之后 又跟你主打外形 小小的圆圆的可爱 而且车舱空间里面也大 再来就是什么 你知道 它的这个主被动式的安全 其实做的也还不错 所以你知道吗 iRent现在宣布 4月22号开始 你们喜欢那个Toyota汤S 我也把它放进来 你知道汤S 实在推出的时候 它的等车期非常长 你就算等车 你不见得拿得到车的状态之下 它今天告诉你 讲说iRent 我就真的让你进去 你知道 而且它现在也告诉你说 它推出不同的服务是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说 租车几个不同的状态 像短租期的 它是针对一般的 这个所谓的消费者 你要日租 或干嘛 到实体店面去租 还有一种 就是大家比较 蛮常习惯 叫做共享的这个机制 为什么 你今天到哪边 去用APP来预约取车 你就可以拿得到 它说没有 我现在拿这些东西 来告诉你的时候 就直接告诉你说 我不同的这些东西 我通通都跟你进来 就是要抢足 抢啊 抢保抢满啊 这个所谓的租车市场啊 帮我们算一算好不好 千亿的租车市场 是怎么冲出来的 真的有那么多人在租车吗 Z世代 他们宁可去像你讲的 我想开我没开过的车 于是他们进来了 或者 我买不起车 我只想移动 所以他们进来 算一算 它到底多划算啊 好 其实呢 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早期在我这一辈的观念里面 东西要买啦 名字是自己拿的 可是现在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你要他拥有自己的东西也OK 但前提是你要拥有之前 先要有一笔头垢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压力 你知道吗 其实呢 当时有媒体去试算过 说如果你买一个 1800cc的国产车来讲 我们现在售价不要太高 大概就是80万左右 80万来讲 以现在国内的这个所谓的汽车贷款市场 你大概也要准备个两成或三成左右的一个投款 那投款这件事情进来之后 你后面还有包含到这个所谓的贷款利息再加进去 比如说你贷个五年左右 这个利息再加回来 这个还是只有在买车的成本上面 但问题是买车要不要养车 我们现在按照统计 一个人买一辆车 平均拥有他的时间 大概是多久 你知道差不多是十年左右 所以你在这十年里面 这台车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的东西 都会算在你的成本之上 是没错 所以你不是只买一台车花80万 你如果今天去细算之后 你知道现在算出来会变成怎样 你知道一年的养车成本 大概在14万左右 我现在讲的14万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正常保养的状态之下 为什么你车一车开一开 零件也会坏 有时候我那天不小心开到尬到石头 我车上轮胎爆胎 我又多一笔费用 这些还不算在这 可是一年14万的开销概念在哪里 你知道概念在于是 我如果是买车 我这14万是跑不掉的 一年一年 但我如果租车呢 租车现在最大的概念是 我有使用的时候 我去跟你租 我只付我使用时间的钱 对不对 14万拿来租车 很甜很好用吗 不只很好用 现在租赁市场 其实也慢慢在改变 以现在租赁变成说 我跟你租这个车子 但是油钱的那个部分 你回来要回算公里数 然后再跟你换算 比如说一公里 给你加个两块多或干嘛 连保养费都进来 问题就在这里 即使我刚刚讲它要加钱 14万拿来租车 你如果换算公里 可以来回基隆到横村28次 28次的概念是 我如果平均一个月 我可以来回基隆横村两三次 你会需要做到这种 你又不是长途运速的卡车司机 所以我如果在短途的 这个状态之下 很多年轻人就会算公里 我用车频率其实不高 那我干嘛花这些钱 说把一台车养在那里 我即使不开 一年要花14万 我干脆租车就好了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 邓田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篇 花真相 就行了 同时请住 自己吃内容 天吹 无趣 只要二个月 zeg 要 致